被称为当前大陆头号政治大案的无界新闻公开信事件 日前进一步爆出消息 有参与该事件调查的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 公开信事件背后已被怀疑涉嫌政变 并有至少两股政治势力开始浮出水面 且相互之间亦有关联 中共两会期间 新疆政府主管的无界新闻网于3月4日出现已封攻击习近平的公开信后 目前已有多人被卷入调查 一名参与公开信事件调查的人士通过明镜邮报向海外披露 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尚未完全查清 但北京当局已经倾向怀疑公开信后面有政治势力操控 甚至可能涉及又一次的政变图谋 该调查人士说 究竟哪些幕后势力被怀疑卷入了公开信事件 目前暂不已透露 但就已经曝光的信息中 可以查看到一张耐人寻微的关联图 消息至 公开信出现的网站无界新闻网是目前焦点 该网站隶属无界传媒 其执行总裁欧阳洪亮是中共中宣部主管新闻口的政部级副部长蒋建国帖单亲信 而无界新闻又是蒋建国特批给新疆网信办主办的新媒体 蒋建国一方面微报是中共政坛湖南帮成员 与洛马的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关系密切 二人在湖南曾经有过诸多交集 周本顺是周永康担任政法委书记时的秘书长 此外 蒋建国也是洛马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在湖南独栽职研究生时的同学 而此前多家媒体报道指令计划与周永康曾经达成政治盟约 据调查人士透露 介入公开信事件幕后势力关联途中 不但可能有来自周永康势力的报复 也有来自对习近平进行高级黑的宣传戏势力在幕后视进 这里面包括了财讯集团的王波铭及中共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岳飞 此前 2015年6月份在大陆爆发的股灾被北京当局内定为经济政变 在事后的相关调查中 中信证券高层几乎被已过端 实任中信董事长的王冬明被迫退休 任职副董事长的刘岳飞虽然暂未被抓 但却迅速被踢出董事会 其人一度也被传出限制出境 停职并要求交代问题 前中共央行行长代向董女许车峰被查后 被保交代出不少涉及刘岳飞的问题 有消息人士指 刘岳飞去年相当不得已 一度曾躲住寺庙 据知 无界传媒是香港上市传媒集团 财讯传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三方联合组建的新媒体机构 财讯集团作为无界传媒最大股东 其集团董事局主席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铭与中信证券董事长王冬明是亲兄弟 财经杂志也曾因一篇报道卷入股在风波 该杂志记者王小璐涉嫌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被查 并一度在杨市认罪 综合此前多家媒体报道 习近平自从十八大上台执政后 已经遭遇多次政变阴谋 最早是在2012年2月 王立军事件爆发 薄熙来 周永康图谋政变的计划被美媒曝光 二人一先后落马被查 去年6月开始 大陆股市突发断崖式暴跌 引发股灾 随后习礼主导紧急救市 事后多方消息称 这市江派有目的经济政变 参与的不仅有江泽民 曾庆红等家族 刘云山父子也被直卷入其中作空股市 习王也强势反击 在金融界展开繁复打苦 去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前夕 曾任周永康秘书 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周本顺突然被查 随后有海外消息致 周本顺联合江泽民 曾庆红炮制了一份河北政情通报 企图在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 以这份政治核弹向习近平 王岐山发难并逼其下台 但还没开北戴河会议 周本顺就被抓 去年8月下旬 香港前哨杂志刊文披露 曾庆红与江泽民开始谋划倒习行动 企图采用中共当处废数胡耀邦的模式 在中共政治局生活会上 按所谓中共党内程序罢免习近平 据指 原计划让江泽民、胡锦涛牵头 召开政治局会议 趁习近平外访不在北京时发动 但最终因胡锦涛和李瑞环等 强烈抵制而胎死腹中